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二者刚开始就打得如此凶猛 这也瞬间就点燃了现场观众们的激情 而后李亦轩开始改变打法 只见李亦轩以连续重拳击斧暴打同一致 紧接着韩亦飞惨召李亦轩以连续重拳击斧暴打 接下来李亦轩以连续重拳 将韩亦飞渐渐逼到了维神边缘 而后韩亦飞惨召李亦轩以左锅拳中击了面部 第二回要开始后双方二话不说 马上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 接下来韩亦飞加强了自己的腿法进攻 这也让李亦轩遇到了一点小阻碍 不过还是被李亦轩找到了突破扣 而后李亦轩以连续重拳中击了韩亦飞的头部 紧接着韩亦飞的面部再次敞召李亦轩以重拳中击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的相互扫听 而后李亦轩抓住机会 以双猛的后手拳中击了韩亦飞的面部 紧接着只见韩亦飞被李亦轩以连续重拳打到 已经有点摇摇祸患了 这一辆韩亦飞很快就处于下关了 只见李亦轩打得更加凶吗 双方大战的三个回合 最终李亦轩以绝对优势赢下了比赛 李亦轩也将上年博军冠军打到新冠军出门 这也展现出李亦轩的实力和潜力 只不定他就是下一个战武币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青山不敢 绿水残留 我们下一期再会